韩团ASTRO成员文斌19日被发现在自家去世后 首尔江南署警方第一时间透露 当晚8点10分左右 经纪人发现文斌在家中死亡并向警方报案 警方初步认为文斌是自杀 正在调查准确死因与讨论尸检等事宜 不过在事情持续发酵后 大家针对去世原因进行了讨论 但是更多的朋友和客代表一样 不相信年轻且热爱生活的文斌 会选择自杀去告别这个事件 并且20日是文斌妈妈的生日 让母亲在生日前夕面对丧子之痛 十分不合理 文斌过世消息曝光后 令许多粉丝无法置信 虽然他个人IG并无异装 但有人发现文斌生前最后一篇贴文 是在4月11日于ASTRO官方推特发出 他当时晒出一张白色蒲公英照 表示 Roha这是蒲公英花子 蒲公英花子啊 乘着风软波吧 还在留言处写下 请告诉我最珍惜的人 春天到了 请轻轻搔养他们 不少网友在文斌过世后 回头看此篇贴文 都认为似乎别有用意 对此 脸书粉专昨日也发文讨论 表示文斌的最后一个贴文 是一张蒲公英照 且是蒲公英花子 被风吹走的样子 也因为蒲公英的话语 是停留不了的爱 有离别之意 粉专也说 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快乐 不要再生病了 也不要再悲伤了 引起讨论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哀悼 可惜没快点理解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要哭了 文斌 我会永远爱你 并且文斌2022年9月22日 接受杂志科梦播单访问 提到想给那些 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再一次机会 其实我们不知道 在何时何处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们不能总是想着死亡 光想今天要吃什么 明天要穿什么 一天都不够用了 自己结束生命 真的太遗憾 太可惜了 这样的他 太难让人相信 会在母亲生日的前一天 选择自己了结 事情发酵后 公司声明还谈急 为了让家属们 能好好的追到故人 希望外界不要对此事 进行揣测与恶意报道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 不去看他们说了什么 而是看具体做了什么 公司的发声 似乎在刻意地躲避着什么 他闭口不回应 发酵的直播时间 和演出时的疲态 而是把真相 往警方初步结果上靠近 韩媒报道 文斌4月初曾自曝状态不佳 并向粉丝致歉 但他当时表示 正在努力找回快乐 2016年文斌18岁时 加入男团ASTRO 此前他曾当过演员和模特 2020年 文斌和ASTRO另一成员迎产贺 组成子团文斌产贺 并展开世界巡演 4月8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演唱会 是文斌最后演出 韩国电视台首尔 放松SBS报道 文斌曼谷演唱会结束后 曾向歌迷自曝状态不佳 他当时表示 我要坦诚一件事 我现在心情真的躁透了 演唱会开演以来 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我对你们也很抱歉 文斌在社群媒体直播时说 我正在锻炼自己 试着一点一滴找回我遗落的东西 我选择了这份工作 所以我必须快乐起来 这样我才能让粉丝也快乐 但是舆论导向逐渐把他 往有忧郁症的情形上靠近 提出当时文斌 在准备专辑回归时 就因身体出现问题 暂停活动 如果经纪公司早点关注文斌的情况 是不是就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呢 在文斌却是当晚 她的妹妹文秀雅 刚刚组织完一场歌唱活动 并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 晒出美照庆祝 她看起来心情很好 但等待她的 并不是哥哥的宠爱和祝福 了解这对兄妹的网友 一定知道两人走红时的合作阶段 兄妹二人的默契合作 让不少粉丝 对兄妹二人产生了喜爱 私下里文斌也很喜欢她的妹妹 既让她不愁吃穿 也帮她实现舞台梦 但是现在文秀雅 再也看不到 哥哥温暖的笑容了 在哥哥文斌去世后 文秀雅也搁置了公司的计划 忍着悲痛去办哥哥的后事 此外 文斌同组的成员 在得知文斌去世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往灵堂 陪同文斌的家属到 连退团的Rocky也出现 仍在美国提前结束行程的车营优 于台北时间下午5点14分 出现在韩国仁川机场 在工作人员和保镖互行着快步前行 仅花45秒钟就上车离去 前往首尔俄山医院见好兄弟 车营优终于抵寒 仅用45秒时间便走出机场上车离去 车营优头戴黑色棒球帽与黑色口罩 一身深蓝色休闲服 看起来就是为了方便长途飞航行程所穿 她手提一只黑色包包 跟在经纪人身后不出入境大门 随着两位保镖互行快步行进 仍能感受到她焦急想赶快见到文斌的悲痛心情 虽然脸被帽子和口罩遮得严实 仍能感受到车营优心急如焚的悲痛情绪 车营优与文斌年纪只相差一岁 两人从出道前就是高中同学 2016年以ASTRO一起出道 在宿舍也是室友 两人曾说彼此没有秘密 个性也非常投缘 两人还给自己取了肥皂CP的封号 无论活动或是上节目 文斌和车营优很自然的就会分到一对 当车营优因为工作未能和ASTRO一起拍摄时 文斌还会主动提 好想念营优啊 是众人都羡慕的好感情 今年3月30日 车营优生日 文斌和ASTRO成员Jing Jin 铲鹤捧着生日蛋糕 出现在车营优与剧组工作人员吃饭的餐厅 为他大唱生日快乐歌 成员们还和他一起玩屁屁几脸游戏 车营优和文斌蹲在地上 被Jing Jin铲鹤用屁股推脸 四人笑唇一团 然而这次再见就阴阳两格 ASTRO成员在得知文斌死讯后 纷纷赶到灵堂守灵 正在当兵的MJ向部队请假 连退团的Rotty也现身 而在美国有工作的车营优 也在第一时间搭击反韩 谁也没想到ASTRO的六人完全体 竟然会是在灵堂这个令所有人心痛的场所 而文斌生前性格开朗 和许多前辈与同辈都有好交情 特别是与他认识17年的女性性非 面对之交好友的宙视 不少歌迷担心性非的状况 虽然性非没有发生 但一举动也透露他的不舍 让不少网友心疼表示 想念你们合体的每一课 女偶像性非是前女团GFREND 现女团VIVIS的成员 宇文斌在八岁时 因一起当童装模特结缘 也因此发现两家人是隔壁洞公寓邻居 因此自小交好 一起学习舞蹈的他们 连出道时间都差不多 因此当时在ASTRO和GFREND的打歌舞台上经常相遇 能看见文斌会捉弄心非 而信非都会瞪他 甚至是出拳奏他 并且文斌和信非两人 在2019年还曾一起合体主持节目 当时两人相爱相杀的对话 互动画面 都是歌迷津津乐道的亮点 如今回头再去看影片互动 也让粉丝十分心疼 文斌传出在家中身亡的消息后 信非并没有发生 不过许多歌迷纷纷涌入IG替他加油打气 虽他选择关闭留言功能 但也被网友发现 原本除了GFREND成员以外 没有再追踪其他人的信非 也默默追踪了文斌的IG 这一举动也让网友直接泪崩 而文斌也将在22日 韩国时间上午8点出兵 仅由家人 亲戚和工作人员低调进行 谢谢大家